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 9月6日早上時間 和大家看看 馬上跟進一下 內地關於地方政府的財政消息 記得繼續支持我們文昌講古經 昨日標準普爾就住的 內地的承投公司發債的危險 風險提出警告 這個其實都不是新的 承投公司出事 已經存在了 在內地相當長的時間 這些所謂的承投企業 都頗為中國的特色 因為它是 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 地方政府和 相關的機構 和國企地方的方企 等等 組成一間公司 可以進入一些資產 股權 或者撥一些錢進去 可以去做一些 地方相關的項目 包括一些建設 基建 融資 等等 你可以視之為 都有少少 國企的背景 這個肯定 但是問題是 這些公司 一般來說 就不像上市的國企 要交一份 好一點的財務報表 盡量 都希望給股東帶來回報 因為他們是繼續上市的 如果不能夠持續盈利的話 他們最後都可能 被交易所質疑 有沒有持續經營的能力 可能會要求退市 但因為他們要滿足 地方投資的需求 所以一般 盈利能力很低 甚至都是虧錢 要靠政府補貼 這個城投公司 最早在上海成立 之後 雨後春筍 各個地方都搞了 但是 2008年 金融海嘯之後 內地就 4萬億刺激措施 然後 城投債的高峰 城投 這些公司的高峰 正正在2008年開始 結果 發改委提醒 城投公司七成的主要收入 要靠自己 政府補貼 只能佔三成 否則 最後是搞不定的 結果 城投公司 發展到今時今日 其實有不少 都存在很嚴重的問題 而過去 一直都有 城投公司的 所謂非標債券 並非是他們發行的 標準型的債券 而是一些所謂理財產品 通過私募 信託 等等 搞出來的 非銀行間 和上交所流通的標準化 標準型債券 所以這些就叫做 非標債券 非標債券 其實已經有大量的違約個案 幾十宗起 而城投公司的規模 大家都知道 每個地方政府 每個縣 事實上都可以 搞一兩三間 甚至十間八間 這些城投公司 去做不同的集資 融資 做不同的項目等等 所以 標準普爾 在昨天發表報告 提及 現在地方政府的財力緊張 和城投企業之間的業務 結算和回款 相信會受到影響 標準普爾全球信用分析師 羅里說 有一些城投公司 財力比較弱 很難在市場集資 流動性將會更加緊張 令到城投公司之間 有可能會傳播風險 他認為政府要面對 土地銷情疲弱 疫情開支增加 內地經濟放緩 因此 也很難調動足夠的資金 來去支持這個城投公司 報告提到 上年九月以來 蘭州市城市發展投資公司 和它的母企 蘭州建設的負面輿論情況不短 包括一些二級市場拋售 外部評級下調 擔保債務利息過期 非標利息過期 私募債技術性違約等一系列負面事件 蘭州城投就是蘭州市的城投公司 蘭州城投的負面事件 很多是與當地政府的支持能力不足有一定的關係 而且疫情低迷和房地產市場對經濟的衝擊 短期難以扭轉 地方政府的財力緊張 將會持續這段時間 這樣的情況 當地政府積極表態 聲稱要幫助企業盤活資產 籌燥資金 保障債務對付 傳遞比較強的維護意願 不過仍然沒有辦法阻止一系列的負面事件發生 說明蘭州當地的財政緊張 土地市場低迷 載融資不順暢等等的不利因素衝擊相當大 當地政府支持承投企業的能力受到影響 而標譜也提到財政實力比較弱 債務壓力比較大的區域 亦都有可能發生信用負面事件 城頭非標債務違約事件 最近兩年時有發生 而背後的因素 亦都並非只存在在蘭州地區 而全國範圍來看 今年4月開始 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按年出現負增長 雖然部分和樓底退稅政策 實行有較大的關係 不過地方政府的財力明顯是受到不利影響 而地方政府的財政總收入另一個重要樂園 土地出養金部分 亦都隨著土地市場的低迷按年出現大幅下跌 一月到七月 地方政府性基金累計收入按年減少三成 所以標準普以結論解釋 就說城頭債務削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裡 城頭企業需要不斷再融資 而地方政府也有意維持這個區域融資環境穩定 不過部分地區受到能力制約 標普順平 對甘肅、寧夏、青海 其實都是在中國西北部的這些省份 城頭企業和各有企業進行分析 結果表明這些城頭企業潛在主體信用質量普遍較差 也就是意味著除了蘭州之外 整個甘肅、寧夏、青海這些 城頭債都會有多大問題 其實標準普爾都不是第一間提示風險的了 目的也是在8月底警告大陸裡面 欠發達地區的城頭債發行難度也是上升的 因為房地產的氣氛很差 賣不到地 賣地是很多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 而且導致這些欠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在上半年淨資金流出上升 籌集資金成本增加 亦都意味著他們越來越難以發行新的城頭債 所以其實都是在一個向下螺旋 如果你有些負面消息 好像蘭州那樣不斷傳出 說它的城頭有危險 你想想它怎麼這麼容易再次集資 就算集資也可能需要非常高的融資成本 原大寶華台灣方面亦都提及 即是說城頭債都可能會出現違約 現在城頭方面非標的違約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相當多 我們之前也說過 但標準化債券的違約還未正式出現 但原大寶華就說 現在內地的城頭債市場有三大現象 一 近年城頭債發行規模大幅增長 2021年發行已經超過GDP5%以上 二 私募比例明顯提升 三 未評級的債項大幅增加 不理性的投資風險出現 亦都有部分的城頭公司 利用城頭債拿到的資金大筆來買地 去舒緩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 等同將政府的信用和土地的信用 兩大信用創造 綁在一起 如果土地價格下行 就會增加地產風險 意味著 原大寶華就說 你城頭債拿到地方政府去拿地 這些城頭債拿回來的錢 結果流入地方政府的口袋 但現在土地市場這麼差 其實你根本都推不到 結果城頭債發出來的錢 都沒有辦法還債 所以風險確實比較高 原大寶華就住城頭債做地域分析 結果得出認為 天津、重慶、貴州、雲南 也是目前城頭債投資最需要留意的風險地區 標譜如果你要參考的就是大西北 而原大寶華就包括一些直轄市 甚至是一些中南部的地區 這些都是經濟方面比較弱 而且本身地方政府方面負債也是比較沉重 而內地其實都意識到城頭債的問題 所以法改委提醒了之前修改了要求 城頭債需要有自己的收入 不能夠什麼都靠地方政府撥款 否則錢搬來搬去 左手交右手來創造信貸 不是一件健康的現象 而最近內地方面也有大量的城頭債 相關的反貪反負行動 內地方面也有超過40名的城頭高管被調查 涉及江蘇、貴州、湖南、浙江、四川等等 省份的融資平台 這裏都是很明顯的 現在經濟不好 而關於城頭債的風險也是升溫 所以你隨時搞到非標債券違約 都會波及到一些投資者 一些私募、機構投資者 甚至一些普通散戶都會落獄 所以這些出事的城頭公司 肯定會被追責 所以這些反貪反負的個個也是比較多 而市縣包括開發區城頭都有出現 你可以數一下 內地方面城頭債的風險確實是不低的 而大家都知道 國企違約內地已經在較早前都出現過 最知名的包括華晨 東北的華晨汽車集團 河南省的永煤集團 青華紫光 這些全部都是最知名的 在2020年已經違約的個案 所以城頭債為何不可以違約 城頭公司為何不可以破產 所以這個風險一定是存在的 所以加上地方政府 其實近一年半再 特別要去處置疫情核酸問題 不會由醫保基金有錢撥下去 所以很多都要靠自己掏錢 很多地方的核酸 而又要動態清零 要去壓止 要去排查 一定要核酸 成本大幅高企 最近出了事 所謂健康碼出了事的東遠核酸檢測 自己公佈說 它覆蓋一百二十個地市 十七個省份 包括北京、上海、重慶、天津等等 都有應用 累計檢測超過一百四十億人次 十七個省 如果粗略估計 它佔了全國五成的市佔率 在核酸檢測系統方面 亦都意味著 到今時今日 中國做核酸已經達到二百八十億人次 而 國家衛健委四月 就說過 全國做了一百一十五億人次的核酸 亦都意味著 過去四個半月以來 中國人又做多一百六十五億次的核酸 核酸的檢測費用 是不斷下調的 但最高峰說 每館 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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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十五元人民幣 成本 現在不斷下調 可能跌到十元 甚至是幾元 但你可以想像 二百八十億人次 如果只是計十元 其實都計少了 都已經二千八百億 全國在不斷地 不同地方政府 有些有錢 有些沒有錢 窮些 都要負擔這麽高昂的核酸費用 檢測費用 你想想 地方政府怎會有錢 加起來 根本開不了圓 這樣的經濟環境 這樣的地產市道 所以 城投債出市 似乎都是時間問題 所以 所謂標準化債券違約 應該很快大家都有機會見到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